法定人數 各位,現在夠法定人數 舉行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首先請委員通過12年10月10日會議幾要 至至目前為止,秘書署沒有收到任何修訂建議 請問大家可否通過 多謝大家通過這份會議記要 議程二是自上次會議之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秘書署發出了下列資料文件 立法會CB 固一、四十、邪洞、一二、一三號文件 就是政府當局提供2012年9月份土地主額處統計數字 第二份是立法會CB 固一、八二、邪洞、十二、十三號文件 當席議員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基層房屋關注組在12年5月28日舉行會議後 把有關安置受清拆分間單位影響的租戶事宜轉交處理文件 及政府當局的回覆 議程第三 下次會議討論的事項 我和副主席在10月25日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舉行非正式會議 討論本事務委員會來年工作計劃 經過討論之後就定出了初步的工作計劃 也都在這個代議事項一覽表那裡就反映了在內 事務委員會下次的例會將在12年10月3日星期一下午兩點半舉行 政府當局提議討論兩個議題 第一個就是為實施一手駐紮物業銷售條例成立的監管機構開設首長級職位 及第二個事項就是201、2012年環保目標和措施的表現 想問各位同事上述這兩個項目有沒有其他建議 另外亦都和各位委員提醒 在11月9日星期五上午9點半至12點半 就是本事務委員會和發展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 討論行政長官在2012年8月30日 宣布的一系列有關房屋及土地供應的短中期措施 這個是John Penn好 希望大家多次出席 我現在就想問一問對下次討論事項那裡有沒有什麼提議 張智雄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下次兩項其中成立首長級職位 我相信爭議性未必很大 都是一些過冷河的疑情來的 我建議其實應該是談一談劏房 局長剛剛都下去了參觀劏房 那剛剛主席也都有提到 上屆五月的時候也都接受過這個社區組織協會的一個 類似申訴的一個會議 那也都是關注到這個劏房的問題 那個就是主要是說著安置受清拆影響的劏房居民 那今天我們也都收到這個全港關注劏房平台的文件 那我覺得都應該撥些時間出來 專門去談回劏房的那個問題 我建議下次我們應該加入這個議程 主席 張議員你所說的問題 其實我跟馮檢基副主席 就跟局長談的時候 是很清楚提出來了 那也都放了在代議事項第23項 那至於你提出下個會議可不可以談 我們即本幫你翻譯好嗎 因為取決於他們準備不準備到文件 和有關資料 談劏房問題 主席 其實談什麼 我相信立法會是有一個獨立的能力的 那如果我們覺得這件事重要 也都是反映市民關注的一些議題 其實政府是需要回應立法會的討論事項 那我們擺了下議程 主席你老人家當然是有個 即作為主席你是一個著情 那我覺得 只要同時我們立法會都覺得這個是重要的意見 或者重要的議題的時候 政府是需要配合我們的 即是我們不是說 即單方面我們配合他拿什麼上來 我們當然盡量 但我們亦都是一個主動的一面 那我希望主席你認真考慮 我已經接立了這個提議 我會爭取 好 好 爭 得不得你還要看看政府的回憶 好嗎 鍾樹根議員 然後是李國雷議員 多謝主席 即我提出就是 那個制壁戶的問題 即是 無日無知 現在你 上代確定 我覺得都不是很妥 現在真的 出現很大問題 可不可以爭取在第二第三季度 擺前些來談 基本上第二第三季度 那兩個事項 其中一個都是報告的 都是 諮詢一下一些進度 爭議就不大的 應該是有時間 鍾樹根議員 你所提出的問題 我是很清楚 是 力爭的了 就 政府就 說沒有辦法 在這個年度 即今年裡面談 有什麼困難呢 有什麼困難呢 他說他要 有資料要準備 那麼 我們已經一再爭取的了 不過呢 他未肯 我們再和你反應 好嗎 我想可不可以爭取一下 這些根本就 具體的資料 當然可以爭取 李國林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這個議題我想提出的 就是關於租管問題 上一次我們立法會 已經說了 重複了幾次 但是正式在這個 就是 房屋生活委員會討論 是沒有的 而我們看到 和張炳良也都說 就說不管的了 不看的了 那我覺得這個重要 我看回長屋 就是長遠房屋策略的文件 他都沒有提這件事 那條約的樓價不斷飆升的時候 租管也是貴呢 那我相信這個 有差不多十年歷史以上的租管問題 應該要出來檢討 那麼 我期望主席就是說 下次也好 儘快也好 跟政府說回來 對我們已經回來 就是我們儘快討論這個文件 謝謝主席 很清楚 那麼現在希望呢 就是 擺在這個年度裏面 包括剛才 阿鍾議員 包括張智雄議員 其實你們說的那三個問題 我們都非常爭取力爭 是排在這個年度裏面 談 我們再爭 好嗎 那麼如果沒有其他事情 我們進入去 今天的會議 事項請政府官員出席 請政府官員出席 等一下你們在談過本會議的第二個議程 談長遠房屋策略 當時你們都可以 將剛才你們說力 要爭取講 你們等一下再提 好嗎 那請 局長和各個官員 坐下先 局長 剛才我相信你在等候的房間都聽到 議員提出有三個問題要求盡快談 那請你們回去再度一度時間 主席我聽到 湯港問題 製迫護問題 租管問題 三個問題 那希望你真的回去度一度時間 我們今天現在正式進入去第一個議程先 就是討論的議程 那現在我們就是談這個 擴展居者有期屋計劃 第二市場 照白表買家 有兩份文件的 一份就是立法會 CB匯匯1 107邪洞 1213 匯匯零用文件 一份就是立法會 FSO7邪洞 1213號文件 是否請局長先介紹先 主席 主席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 新一屆立法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常規會議 雖然上個星期五我們出席了 房屋事務委員會 和財經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 不過今天是第一次的常規會議 所以我也想趁了機會先說幾句 今天請我同事介紹這個項目 好啊 我們過去在立法會不同的場合 政府方面都表達過 就近期那個 C樓的 無論在價格方面 租金方面都是大幅上升的 也都是超越了1997年的高點 而那個樓市持續升溫 亦都是令到市民感到 這個置業一億困難 而公屋輪候差的人數 申請的數目 亦都是與日俱增 所以世界政府是非常之明白 房屋問題是與民生息息相關 市民很緊張的問題 政府是會多管齊下 是透過無論在供應方面 或者是需求的管理方面的措施 是處理好房屋問題 以達至房政長官 在競選政綱裡面所表明的 那個房屋政策的指標 那我們知道就是樓宇供應不足 是現在樓市供求失衡的一個核心問題 所以在過去一段時間 政府是宣佈了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一會兒我們會談 擴展這個居屋二手市場 到白表買家的問題 亦都在8月30號 行政長官是宣佈了10項有關房屋 和土地供應的短期措施 亦都決定了重新啟動 長遠房屋策略工作 一會兒我們第二項就會說這個 詳策方面 還有引進港銀港地的政策 以及新近財政司司長 在10月26日所公布 應付樓市過月的管理需求措施 關於這個應付樓市過月的措施 我們上個星期五在聯席會議已經交代了 所以這裡我不再詳細講了 今天所講的兩個題目 一個就是關於居屋二手市場 擴展到白表買家 和長遠房屋策略檢討 稍後我的同事會和大家委員作介紹 另外就關於行政長官在8月宣佈 那十項的中轉期的土地和房屋供應方面的措施 我們會在11月9日 本事務委員會和發展事務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 和各位議員去交代 除了以上的供應措施和需求管理措施之外 其實政府都是致力提高住宅物業市場的透明度 委員可能會知道 在上一屆立法會在今年的6月 是通過了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以進一步提高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安排 和交易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公眾是希望這個條例可以盡早來實施運作 上任政府是向立法會和公眾作了承諾 在條例通過之後 12個月內會成立有關的執法當局和實施這個條例 現在我們本屆政府計劃在明年2013年4月底實施這個條例 和相關的執法當局也會同時開始運作 剛才主席在之前的項目都提過 我們希望稍後就會將這個執法當局所涉及的 一些首長級編制的請求 是會提交這個委員會去討論的 我們現時是積極籌備成立這個執法當局 也會在10月在這個委員會提交有關建議 我在這裡作為局長 希望表達政府方面期望在未來四年 和本事務委員會合作 共同處理好市民最切身關注的住屋問題 希望透過行政立法 機關雙方的共同努力 可以改善社會民生 現在我請房屋處的助理處長 趙健慈先生介紹 這個項目關於推展二手市場到白表買家項目 趙先生你用多少時間到 我想是10分鐘之內 盡量壓縮 好 因為不夠時間給委員問 盡量壓縮 好 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我用短短時間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擴展居者有期屋計劃第二市場 給白表買家這個計劃 先解釋一下什麼叫第二市場 這個第二市場 其實是我們在1997年已經開始推出的 就是令到一些居者有期屋計劃 俗稱居屋 和租者自期屋計劃 簡稱租自計劃單位的業主 可以在單位首次轉讓日期計計的第三年起 可以在這個第二市場 將單位賣給公屋現在的現有的租戶 或者是准租戶 即是我們統稱為錄表資格的人士 是無需要繳付這個補價的 這些錄表資格的人士 也可以買房屋協會 房協的未曾繳付補價的住宅發售計劃的單位 在第二市場計劃下購買那些未補價的單位 如果他將來想在這個公開市場賣的話 他是要做一個承擔將來的繳付補價的責任的 現時來說 居屋單位是有25萬個單位 在租資計劃是有12萬個單位 以及在房協的住宅發售計劃 是有9000個單位 是未曾繳付補價的 即是總共大約是38萬個單位左右 因為首批的居屋單位 我們預計在2016、2017年才落成 所以在未落成這些新居屋單位之前 如果我們想幫助一些現在在過渡時期 合資格的人士的自居需要 所以政府當局計劃了這個臨時計劃 是令到有白表資格的人士 可以購買一些未補價的居屋單位 這個計劃 我們其實想說每年是有5000個配額的 是給這些白表資格的申請人 那這5000個配額我們將會分兩批的發放 是每批2500個 令到這個第二市場是有秩序的 是吸納這些新的准買家 至於配額的分配 我們都定為一個家庭和單身人士是兩類 那我們也都將這兩個配額 如果分了是9比1 那就是說是有4500個配額 是給家庭的人士的申請人 500個配額是給單身的人士的申請人 那如果申請的人士是超額的話 那我們是會用一個抽籤的方式 抽籤的方式分配額的 我們這個或者看下這個租者自棋屋計劃 和房協的住宅計劃 其實在第二市場之下 都是可以給這些錄表資格的人士去購買的 所以我們這次都會把這些單位同樣給白表計劃 其實買家都可以在這個計劃之下可以購買 那白表人士是需要符合一個入息和資產限額的 還有它要擁有住宅物業的限制 那一如以往我們都會採取一個 香港是買居屋的時候 居屋計劃的既定的公式 以家庭開支做基礎 是計算這些這樣的入息和資產限額 那這個就是我們計算的方法了 其實我們都會計算一個住戶的開支 而這個住戶的開支是包括兩方面 一個它是住屋的開支和一個非住屋的開支 那計算了這個住戶開支之後 我們都會加大5%作為一個備用金 而作為一個入息限額的計算 那這個資產入息和資產限額 我們是何時會計算呢 我們通常就會在這個計劃開售之前一個月 我們都會計算這個入息和資產限額 那用最新的經濟的數據 那變成可以貼近市場的訊息一些 擁有物業的話我們都是根據以往的 就是這個申請人在申請之前的24個月 是不能夠擁有物業的 不能夠擁有物業的 不能夠擁有物業 有這樣的聲音呢 就說應該對第二市場這些買家 都有轉售限制 那我們都考慮過 或者消除這些疑慮呢 其實我們都會在這個計劃之下 是用一些合約的方式 向這個白表的買家 施加這個轉售限制 就說呢 他買了這個 第二市場買了這個之後 這個單位之後 兩年內 他是不能再在二手市場出售的單位 但是他可以選擇 就是說如果補價的話 他就可以在公開市場出售 或者我們想解釋一下 我們怎樣用這個合約的方式 是來將這個轉售限制 是加諸於買家身上 那逢親這些白表 這些買家如果是第二市場的話 他是要先在房委會 申請一個購買資格證明書 還有才可以去簽這個臨時買賣合約 然後他又要申請一個叫做提名訊 才可以簽個買賣合約 還有簽個轉讓契 那我們會在他申請這些這樣的 資格證明書的時候 購買資格證明書的時候 會告訴他 就是說我們會 是不讓他買完之後 不讓他在兩年內 就在二手市場出售的 要他簽這個承諾的契約 也都在這個承諾契約之中 說明我們在兩年之內 不會向他的物業發可供出售證明書 這個是一個雙重保險 就是他不可以將他買到的物業 在兩年之內賣出二手市場的 那發表資格的有效期是怎樣呢 我們現在的建議就是 給這個發表申請人的購買資格證明書 有效期是六個月 如果六個月之內他都未買到的話 我們是可以延遲多於六個月 可以這六個月 這個安排是跟六表資格相約的 如果他在十二個月都買不到的話 他的配額就會失效的了 他會失效的了 當然如果我們下一輪 再推出這個計劃的時候 如果他還有合資格的話 他可以繼續再申請 可能又會再經過抽籤這樣 那申請的周期 我們就希望 我們拿五千個配額 應該就希望 2013年1月就可以接受申請 申請了之後 我們會抽籤 抽籤之後就決定那些先後次序的資格 然後要審核 那麼多個申請人的資格 我們希望在五月中 就會宣佈那五千個中籤者的名單 那麼還簽了名單之後 我們立刻在五月中 就會發出第一批2500的批准信 那麼這2500其實可以即時 就在市場上就可以去看看 他有沒有心儀的留意了 然後第二批呢 我們大概就在2013年尾 12月就會發出第二批的2500個批准信 那麼這個批准信 為什麼我們要隔六七個月時間呢 其實剛才所說 我們第一批發出之後 那個購買資格證明書 其實是有效期六個月的 那麼我們所以就要再隔六個月之後 才發第二批 所以令到就是每一批的時間 是可以不會有重複 那麼也都 我們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們再下一輪要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15個或者16個月之後 那麼至於申請的費用呢 我們建議其實每次申請人 我們都是要收回一個成本的費用的 就是防衛會 那麼所以第一次申請 我們就收100元 這100元就算他成不成功都好 都不會退回的了 那麼成功那些呢 他要去換領這個購買資格證明書的話 是需要再繳付660元的 當他要再六個月之後期滿 如果想再續的話呢 那麼又要再繳付多一次660元 那麼這個都是其實跟我們錄表的買家 那個待遇是相同的 那麼我們呢 那麼希望委員呢 就避析我們這個計劃 多謝主席 多謝焦山介紹 就因為呢 我們這個議程呢 原定是要談到三點半鐘的時間 但有很多委員 那麼所以呢 我們先第一輪 希望大家登記的先 就 每位三分鐘連民連談 現在報名有 胡志偉、馮檢基、張超雄、梁智祥、李國倫、鍾樹根、梁家傑、梁耀忠、梅美娟 暫時就這麼多 繼續大家可以報名 第一輪的 胡志偉議員 連問連答 胡志偉議員 多謝主席 兩個簡單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有關的計劃呢 是不是一個長期 其實那天我見到 經常講過度 就是過度去到2016、2017 有所新的居屋供應的時間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計劃本身 是不是一個 就是 確立了之後 一直都會沿用的方法 去令到我們 除了透過新增的 是居屋供應之外呢 這個計劃都會作為另一種的 就是提供 住房單位 是居屋單位的一個方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問一下 相同的資格 你們會不會考慮就是說 是運用在租務市場上面 會員之就是 擁有白表資格的人士 可以去租 現在是未繳付寶地價的居屋單位 去令到租務市場 都有一個 就是更多的居屋的供應 是 局長誰回答 局長 主席 現在的居屋單位 假如它是未補價 它是不可以分租的 知道的 這個 所以就不存在 就是說我們會考慮 就是將那個 就是將那個 所謂白表人士 可以讓它租居屋單位 至於第一個問題 究竟現在這個 白表計劃 簡單說 是不是一個過渡的 的確我們提出來的時候 是從一個 過渡的角度來考慮的 因為新的 居屋單位 是要到 2016、2017年度 才是推出 當然我們有 800多個所謂正餘的居屋單位 我們稍後會出售 所以在構思這個 白表計劃的時候 是從一個過渡的角度 考慮 但是當然它 推出之後 是會有助於 進一步 是活化居屋的移收市場的 那目前來說 我們就未有 進一步的想法 究竟過了這個過渡階段 會怎樣做 就是換知是一個 去到2016、2017 新居屋供應之前的一個 就是臨時的措施 是 我想問回就是 剛才說過 不考慮作為一個 是租務市場的使用 我想問一下理據是哪一種 因為 其實這個都是 因應現在整個住房 除了置業難之外 其實租房都很難 而租金那個上升這麼大 我們都需要一個 很有效的方法 能夠大幅度去增加那個 是租務市場的供應的 那如果用商約的方式的話 為何是不可以考慮呢 局長 主席 因為出售居屋計劃 基本上是幫一些住戶 它是有子居的需要 即是我們不是 是當年構思的計劃的時候 是沒有想著它利用去分租 來到去有收入的 而這個規定 即是不能夠分租 亦都是寫在法例裡面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改變 是需要很小心去考慮的 好 繼續是 馮檢基議員 我想問了兩個簡單的問題 先講一些我的看法 第一個問題就是想問 在第九段 他也提過就是 譬如 白表 即是買了之後的第一次 他就兩年之內 就不可以再在第二市場買賣 即是兩年之後他就可以了 即是說A買給B B兩年之內 不可以拿他的單位 他又是不用補價 又再拿出去賣 我想 第二個問題就是 都是簡單的 先回答我再講一些看法的 就是 政府有沒有考慮過 即是現在它這個方式 一旦宣佈出入 二手居屋 就已經 這樣升 你有沒有評估 是 你這個新的手法 令到居屋升到哪個地步 你們覺得可接受 局長 主席 關於馮議員第一個問題 的確 現在我們所作出的安排 限制 在兩年來 就不可以在二手市場裡面轉售 當然 如果它是補了價 就沒有這個限制 但是過了兩年之後 它的確可以在二手市場裡面去轉售 那至於說 推出了這個 這個白表計劃 對那個二手市場 有些什麼影響呢 當然 我知道 社會上 或者市場裡面 有種種的說法 有些就說 是不是因為這樣呢 所以令到二手市場 居屋價是有上升 不過 我們其實 就覺得 影響有 都不是一個 就是說 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說到底 我們這個白表計劃 還未正式 就是抽出 就是頭過 二千五百個合資格人士 還有 市場 那個價格 有些什麼變動呢 我們相信 是受了一系列 就是不同的因素影響 不是一個單一因素影響 謝謝 謝謝 有個看法 想各方面的考慮 因為一路 居屋 本身是一個 挺穩定的 零類市場 就是跟外面的 私人樓宇 買賣市場 是不同 其實令到香港市民 特別低中下收入的家庭 可以穩定地 有自己的居所 而不受 是不受炒賣的影響 如果你現在開了這裡 其實你就讓炒賣 這種的做法 可以伸進去居屋市場 居屋裡面 這個我完全不同意 和我是強烈反對的 因為現在香港人 受了些什麼苦呢 就是那個市場炒賣 令到很多東西都提升了 高了 那你現在連這裡 原本是比較穩定的一個框框 你都開了 給它 外面都可以伸手進來 我覺得是 就是你要讓更加多的 雖然你說 其實你沒有增加到供應 它只是一手換另外一手換 而沒有增加供應之下 如果你用市場 那個說話有供應 有需求 那個需求越大 供應越多 你才平衡得到 因為供應是沒有增加到 而是讓那個需要 就是新入了這個 原本初初 以前沒有那麼容易入到的手 夠鐘了 我難得 真的不行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想法 夠鐘了 對不起 張梓鴻議員 謝謝主席 居屋的原意 其中一個最大的功能 就是給 公屋的居民 當他的經濟能力去開的時候 他就可以 買這個居屋 而 將本來公屋的單位 就交了出來 可以有需要的人 又繼續入住 而他亦都有一個穩定的 自治的物業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就不是用來炒賣 現在這個 這樣的 就是 白表的方案 其實就 不多不少是 幫了 一種炒賣 你見到那些樓價 就是二手居屋 六表那些 現在都有很多 升到整個七千元一呎 那你說很多 就是因素影響 但是整體來說 現在居屋那個樓價的單位 就是已經去到 連一般市民的負擔能力 都未必去到 那就是如果你 這個 這樣的 白表五千個單位 你是增加了五千個買家 但是那個樓價 就計進一步推高 現在說居屋的樓價 那其實 就是 政府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呢 第一 如果你說是 真是要幫市民的 你如果不增加的供應量 你現在純粹是增加那個 樓轉的 你多了五千個買家 那你鼓勵他入市 然後呢 賣了樓那些 居屋業主 可能又入市 買個新的樓 因為他都要住的 就是 你就是 將個次業的樓房市場 進一步推動 那你 又會不會打算 增加供應量呢 而且居屋的樓價 已經升到 有些地方是七千多元 有很多也都過了五千多元呎 你在這方面 有什麼措施 令到居屋的樓價 不要那麼高 還有一個轉售期 是不是可以加長 不要兩年那麼短 去到五年 令到市場穩定一些呢 是 局長 主席 就 當然在整個居屋計劃 在由七十年代 一路演變到近年 其實都是一方面 是讓一些住在公屋單位人士 我們俗稱 所謂錄表人士 可以透過買了居屋 是將它原先住的 那個公屋單位 是通通出來 就給輪候拆的申請者 但另一方面 都是給機會 一些不是住在公屋的人士 他們如果合乎那個入息 和資產的限額的話 也都可以購買的 這些所謂白表者 即是數內 這個居屋市場 都是回應兩批人士的需要 過去 當有二手市場的時候 的確我們是局限 在錄表人士 一住在公屋人士 不過在近一兩年 社會上也有很多討論 就因為 沒有一個新的居屋供應 所以希望能夠活化市場 所以政府是作出這樣的平衡 當然我們剛才也說 這個是一個過渡措施 希望有助舒緩一些白表人士 他的需求 梁志祥議員 多謝主席 這個白表的二手市場 這個計劃 我第一次聽到 就被街坊問我 他說政府現在 是不是想推高了 居屋的二手市場 令到住在公屋的居民 想買 居屋都買不起 事實上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的樓市 不單單是外面 即是那些私人樓的樓市 連這個居屋的二手市場 都非常刺激 政府應該明白 就說 現在其實我是公屋的居民 已經可以買 是居屋的 即是他的二手市場 只要他是不需要補地價 而我不是公屋的居民 其實我都可以買 只要他過了三年已經成為一個 叫做自由市場 我可以買 不過我可以補地價 但是局長 現在你們這個計劃 就把一批 本來他應該 在二手市場 補地價的客源 就變成為一個 和陸表一樣 將現有的 錄表 可以買居屋的 一些市場 是差的 所以呢 公屋的居民 就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他想買 買不起了 本來都預算買 有首期給得起 現在都給不起了 剛才鍾士巾跟我說 他講到這邊 三百多萬 未補地價的居屋 原來天衰位都不止了 都差不多三百萬 未補地價 那怎樣買 你叫那些市民怎樣買 即是公屋居民 你要向上流轉 是流轉不到的 所以你這個計劃 本來是好心 但是做壞事 沒有考慮到 公屋居民的情況 那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為何你們定是兩年 現在你 我買 我們現在買 居屋的居民 三年後才可以出賣 但是現在為何 你這一類白表 可以兩年出賣 是否定三年呢 將個 情況 搞得 更要寬鬆呢 第二個問題 你給些時間 要回答 現有的 即是那個 錄表 每年 買進入 這個居屋市場裏面 究竟有多少人 謝謝 局長 簡短 主席 如果以過去 來說 其實每年 扣錄表買 這個二手市場 那個數字不多 我相信是 二千度 千人二千度 那如果 在未補價的 二手市場 的樓宇單位 是有 二十五萬 左右 即是就算我們 每年是抽 五千個 白表 其實在總數裏面 比例是低的 當然我明白到 近期 那個二手市場 那個價格是上 不過我們要明白 在整個 房屋市場 那個樓價都是上的 所以我剛才說 是一男子 即是這因素 影響 李國倫議員 多謝主席 很明顯 局長這個計劃 就是想著 幫一些白表的朋友 就可以置業 都加強過轉轉門 這個 就是醫院 我就不質疑 不過我想看看成效問題 就是很多朋友 講了不同的意見 包括就是說 現在你引起了一些 白表和錄表 互相競爭 那個看法 那麼局長 我有幾個問題問的 就是其實如果那個成效 第一樣東西 現在大約是二千 一連二千宗 就是居屋的成交 你會估計到 現在其實 在居屋上放盤 有多少放盤 才可以買得到呢 那麼 於現在那個樓價 我要賣了現在的居屋 我才買到私人樓 私人樓這麼貴 一變相 我現在要賣居屋的樓價 就很貴了 要不是我買不回那間私人樓 那麼情況下 其實 就是我會看回 這個成效有多大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開放了之後 這二千百個人一年出來呢 他真的有能力 用那個這麼貴的 近次市場價格的錢 去買一間居屋呢 我先不要理他保證地價 就是是不是做得到這件事 你估計有多少人受惠到 現在呢 又沒有特別 都是一千九 我不知道市場有多少放盤 那麼到底 你會估計到 這二千五百人 拿了信之後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用這樣的市場價格 去買到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我有些懷疑 現在差不多 平均都八千至一萬元一尺的私人樓 那些 那些 賣了那些居屋的那些業主 本身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又賣了一間私人樓 你又加強不到傳傳門 因為那些白表的人 的靠買力 未必可以是真的 負擔得到 因為你有資產審查 資產限額 那未必呢 可以用這樣的錢 去買居屋 如果有的話 他就 便宜不宜去買 私人樓 不用買居屋 這些問題 可能局長可以解答一下 局長 剛才 其實李國倫議員的 意見 都發映到一個實際的限制 因為我們說 放寬那個二手市場 是指白表 合乎那個入息和資產限額 即是這班人 是他不會出到很多的錢 即是他不會說 無限期去追價 所以這個不多不少 也都弱促了 那個二手市場裏面 即是居屋那個價 但當然 居屋業主 他基於甚麼考慮 他會放售他的單位 還有那個價點 這個很難 即是我們很難去講 這個真的 每個業主的看法不同 成效 會不會有呢 現在 因為我們剛剛推出這個計劃 都要看看推出之後 那個實際的 發生的事情是怎樣 不過呢 五千個數字 我們覺得 作為初步提出來的數字 在總體二十幾萬的 未保價單位裏面 都是個小數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數目 都是個穩妥 還有我們分兩階段 去推出這五千個 所以我們希望 對於整體的市場 應該不會造成太大的衝擊 主席 我想後補資料 就是給我們一些資料 就是現在居屋 放盤他的數字 即是局長 可否補充資料 即是二手市場 他未補價專售 會後呢 鍾樹根議員 我想局長 這個數字 是似是非 雖然你實際數字 是二十五萬個 這些市場 只有幾千個 這樣的成交 但你要調查一下 這些人是住在這裏 不是大部分 不是炒金 他是不是有這樣的意願 有這樣的傾向想賣呢 你要調查到 有多少人有傾向想賣 有些人想著養老 中老 那些根本就不會流動的 第二個問題 為何成交這麼少呢 因為你已經脫離了 那個價格 已經脫離了公屋居民 那個負擔能力了 那你很多想用錄表買 他都買不起了 現在你給首期怎麼給 三百多四百萬 一層樓 那你起碼都要給三四十萬的首期 所以我覺得呢 你做這個計劃裏面 不單止解決不了 舒緩了公屋居民 那個排輪候的問題 而且還要增加了 推動了那個價格上升 那你怎樣去彌補 那些公屋居民想 自治物業 然後可以 又退回自己的單位出來呢 你有沒有後續的方法去想這件事 要是你是斬檢息去做呢 另外你是否已經改變你 十幾二十年來的房屋政策呢 多謝了 局長 主席 就 那居民如果他想買居屋的話 當然一方面 他可以等新建成的居屋 另一方面 過去長期都是 這幾年 他可以在二手市場去買的 至於他買不買呢 當然視乎那個市場的價格 還有他自己的能力 就是我們是沒有一個強迫性 就是公屋住戶是要買居屋的 那主要說 住在居屋的業主 他買不買呢 當然這個都不是我們可以單方面控制 那所以 那五千個發表的合資格者 都是說我們給到一個機會 他們在市場裏面去找 那但是最終來講 那個結果是怎樣呢 正如剛才我答李國倫議員的問題的時候 你都說呢 這個我們要看看 實際上的情況會是怎樣 主席 是否政府現在是試圖 改變他十幾二十年來 恆之有效的房屋政策 第二 有沒有考慮 那個租資的計劃呢 去恢復發 尤其是和諧式公屋 去提 擺起租資計劃的 情況下 等居民 有自治的 公屋居民有自治的機會呢 多謝 局長 主席 政策是沒有變的 正如剛才我所說呢 就我們起新的居屋的時候 無論是公屋的居民 或者是 非住在公屋的居民 而合乎資格 即是所謂的白表者 都是可以購買的 當然那個比例在不同的出售的期數裏面 有所不同 二手市場 存在了一段時間 那麼今次是我們第一次呢 擴展到去白表的申請者 但是我剛才都解釋到呢 那個特殊的情況 為什麼我們會放寬 那麼這個都是作為一個過渡的 那麼 那麼 只要是租資計劃呢 在上個星期三 我在立法會 答問的時候 都講清楚 政府現階段 是無意是 恢復翻這個租資計劃的 梁家傑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主席 我們最近立法會 就聽見政府 就要推出這個額外的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 但是現在呢 又推這個五千個居屋單位 是給一些白表申請人去申請 那其實是不是 就是好像左手打右手那樣呢 就是它政府的政策 一方面你又說要 令到那個樓市不要那麼刺熱了 想那麼多印花稅出來 另一方面呢 這個加了五千個白表申請者 是不是令到它刺熱一些呢 我想聽一下局長講講 究竟政府在想這兩個政策的時候呢 有沒有想過他們 就是互相的關係和影響 那也都順帶問的呢 就是如果你有估計過 那其實你是不是估計 這五千個白表申請者 那些單位呢 是真是一推出呢 是會在短期之內 是會賣得出的 如果不是 你又估 它是應該幾久才消化得到呢 好 多謝局 局長 主席 正如剛才我回答其他議員所講 五千個白表的合資格 這個數目 申請者的數目 我們是放在二十幾萬 未保價的居屋單位 和造子計劃的單位總數 就是權衡底下得出來的 那當然呢 有了這些額外五千個白表申請者 會不會對居屋二壽市場的需求 供求的情況帶來影響呢 我相信影響一定會有 不過我覺得最終來講 不單止是這個單因素 也有其他因素影響的 那這個跟我們是最近提出 這個額外引發稅的增強的板 和這個買家引發稅是沒有衝突的 有否繼續 梁議員 我剛才問就是 你有沒有估計過 那五千個單位 是多久才能消化得到 是 多久才能消化得到 局長 主席 我們沒有這樣的估計 當然我們提出這個計劃 擴充這個計劃 是讓這個機會 是能夠給到 都是一個相當小的數目的 發表申請者 正如過去我們開放的二手市場的時候 你從來是沒有定一個目標 一定有多少人去買的 最後的主席 剛才委員都問過 就是現在有些居屋市場 那些樓價已經升了 那會不會政府定了一個標的 就是你去到某一個水平 你們會用一些措施 就去壓止它的升幅呢 有沒有呢 主席 我們沒有這方面任何的指標 因為我們相信 就現在說著 白表的購買者 他都是要受到入息 和資產審查 所以他們的購買力 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講 是有所限制的 梁耀忠議員 主席 我覺得呢 局長你有沒有想清楚些 這個計劃 是不是真的應該要走呢 因為呢 我聽到很多同事 對這個計劃 都出了很多質疑 特別是質疑 而最終的結果裏面呢 是受惠不到 就是公屋居民 想是 就是 剛才以前那種的模式 就是 由公屋轉做 居屋 如果是居屋的話呢 就是 無論是公屋來 或者是 就是 私人市場入來都好 然後再由 居屋呢 就變成私人市場 那樣 就是這一種的做法呢 大家覺得是質疑的 因為呢 大家覺得呢 都是最後結果 這個二手市場呢 是 只會 推高到 這個 這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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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我就想問一下局長 如果我想提出一個 一個動議案來的主席 我想 局長 暫時割止這個計劃 重新檢討 因為這個不是 解決得到 現時呢 所謂 即是高樓價 那些人買不起這個問題的 如果真的要解決這個高樓價 買不起這個問題的話呢 是應該是提供更加多 的單位出來才對的 因為私人 這個二樓私人市場裏面來說 來說 落落去去都是甚麼呢 不是給一些 想找地方主人 可能是 撤到 即是炒家 所以我想 問一問你 就是 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講講一下 我就想提出一個動議出來 主席 就是 擱置這個計劃先 重新作檢討 行不行 局長你先回答 如果你有議案 你寫出來 我寫出來 你待會 任給同事 大家 表決 局長你講 主席 就 我們提出這個 白表計劃呢 其實不是說一個 無端端提出來的 如果大家看回 在過去一年來 社會上也很多討論 特別因為 過去 停了 興建新的居屋一段時間 所以社會上 那些特別的白表人士 就很覺得 他們是 很難買到一些 他們負擔得起的樓宇 所以 居屋計劃呢 目的就是幫那些 他不能在私人市場 是買得起樓的人 而他也不符合 這個出租公屋的資格 所以白表人士的需要 是長期存在的 那這次我們的放寬呢 其實是回應他們的需要 還有在 2016、2017年度之前 當有新的公營之前 是一個過渡措施 所以我希望 議員不會輕率地 希望這個計劃確置的 那當然這個計劃 他推出之後 實際上效果是怎樣的呢 政府都會去監察的 我們都希望看看 成效是怎樣的 主席 我覺得我們是 做了一個決定出來的 因為在以前 那裡說的 推出二手市場的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 解決不了 現在那個 所謂的 構建物業的異獄 當一般 就是需要的人士 來講 做不到的 只是刺激樓價不斷上升 你怎樣可以告訴我 是不會刺激樓價呢 你怎樣可以告訴我 是怎樣可以限制得到 二手市場 不會因事而提高的樓價呢 時間夠了 麥美娟議員 沒有聲音 麥美娟議員 有沒有聲音 有了 我想問局長 其實有沒有考慮 就是放寬租的市場 因為我猜 就是現在其實 已經在居屋裏面的業主 其實你都見到 每年的數字 他們放盤出來 其實很少 坦白說 買得居屋的很多居民 根本就把那個居屋 當作組屋的了 根本都沒有什麼人想賣出來 所以其實 反而我想 他們很多 就是經過我們接觸的 他們想租一層樓出去 多過想賣一層樓出去 那租的情況是怎樣 第二就是 現在的五千個配額 其實只有十分之一 是會給單身人士 其實都不可以幫到他們很多 第一就是 會不會考慮 將那個配額 是不是可以 有什麼方法提高 令到更多幫助的單身人士 第二就是 其實現在還有一些 居屋的放尾單位 政府手頭上 會不會考慮將這些放尾單位清了 然後才做這個二手市場計劃呢 局長 主席 主席 現時剩下的那些 八百幾個單位 我們都會盡快 會出售的 那麼 五千個 百表配額 我們分兩期 還有 抽了第一期 二千五百個之後 其實我們給幾個月時間去 不是逼他們 在很短時間裡面 去作出個決定 至於九比一那個比例 就是說 家庭和相對於單身人士 這個數目 是房委會的 資助房小組的委員 是經過很詳細的討論去平衡 各方面的考慮 是作出來的 我相信都是反映到 目前我們在政策上 公屋政策方面 優次方面 都是盡量是令到 有家庭的人士 可以的單位 是早一點 是滿足到它的需要 主要說放寬 二手 放寬居屋未保價的 它那個分租限制 剛才我在回答 這個胡志偉議員的提問的時候 都是講得很清楚 政府在現階段 我們是沒有想過 是放寬這個分租限制 這個也是在法例裡面 是寫在到 那麼我相信當年 定了這個 很嚴謹的限制 都是考慮到 居屋主是讓 有關的住戶 他可以拿來 置業自住 主要是解決 他那個住的需要 好 有沒有跟進 墨議員 我想問 其實局長你也都說 其實每一年 居屋的放售 二手市場裡面 大概一千九百宗 其實如果要令到 多些人那個 就是業處 肯放售的單位 除非價格要很高 才可以令到 真的可以有五千宗 那其實就是說 變相 是令到 鼓勵了那個 炒風 對吧 沒有時間 給局長答你了 跟著是黃毓民議員 主席 這個就是 剛剛局長也說了 過渡性安排 在新的居屋 落成之前的一個 過渡性安排 政府 都是見步行步 說句難聽些 這個計劃最大的問題 是設計的人 對這個居屋二手市場 真是蒙昧無知 剛才也有些委員提過 這個局長市場的成交 近年是不斷萎縮的 由09年的2021宗到2010年的2181宗 再到2011年就1599 今年截至10月就只有1516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房屋市場嚴重失衡 連那些未繳付保價的 即居屋單位同樣是樓價高企 即普遍已經超出了那些 六表人士所能負擔的水平 只有少數公屋富戶才能負擔得來的 你就以10月份為例 富榮花月一單交易 赤價7,398元 四百多萬 對吧 這個居屋所謂第二市場 就已經漸漸失去幫助 一些所謂中下階層上車的作用 即可以預見 除非政府增加土地供應 令到這個房屋出向 即那個供應市場 即是出向平衡 否則這個計劃開放居屋第二市場 給那些白表買家 就會令需求增加第二市場的樓價 就會攀升 對吧 那六表人士就不用置疑了 即是局長不一定要去睡這劏房 才可以感受得到 即是那些人沒有屋住 或者一間劏房 都可以去到一萬元租 七千多元租 是嗎 政府是有政策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 即是我們接下來 即是王國興提到的動議 那麼局長那時候 你就好好地回應這些相關的問題 老實說 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很簡單 你多建一些公務就可以了 是不是 簡單到不得了 那你們就覺得很複雜 是不是 還有那些鄰近那些 喂 那個租金津貼 是不是 我們上次有一次 不知道阿基都好像在 我們開了一個 新訴部的 那些 那些 個案會議 和房屋處的人 和社會福利處的人 主要就是 你那個縱援 領取縱援的租金 你根本是追不去 現在那個租金 大哥 是不是 你老人家就說了 一定 不會有租管 你說要有租管 方公 這些 就殺死你了 這些 即是資本家 但是你不要有租管 在租管 即是 這個沒有租管之中 會不會對那些低下階層 那個租屋 除了這個縱援 社會福利處 它可以行政手段 你知不需要立法 局長 給多一點這個 所謂的租金進貼 還有另外現在正在鄰近 那些 或者住在這些屋 那些 你想辦法幫他 你現在對這些有什麼用 對吧 時間所限 不好意思 局長你答不答到 不應該給到時間 被局長答 請盧偉國議員 什麼 這個 這個 計劃 都是 政府 有很多 其中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 如果你說有一個成效 是一個很重要的宣決條件 就是說這個二手居屋市場 即是說未保地價的 是否存在著一個有很多賣家而欠缺買家的情形 如果是這樣 你給這個所謂白表的資格的人士 這個五千個名額 是有一個作用 那我 所以 為何 都同意 剛才有幾位同事 都是想問 就是 局方 有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估算 就是 我的問題 直接之下就是 就是說 我已經講了一個理念 你可能不同意的說法 但實情就是 如果要這個計劃成功 就是會多了賣家 多了買家 這樣的話 究竟你的估算 就是會由現在 就是 平均1,900個成交一年 就是會增加多少呢 就是 如果這個有一些實效的增加 就先起到一個稍為舒緩的作用 或者起碼心理上 就是 給一些白表人士 覺得有多個途徑 有個忙 所以我覺得這個估算 就是重要的 就是 如果 今天打不到的話 我覺得就是 希望在會後 都就是 有一些 起碼粗略一些的資料 就是給我們 就是 或者 要有時間回答 我不知道 局長會不會在這方面 都有一些回應了 請局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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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Commission onee 請局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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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MIDI塊 請局長回答 所以請大家先審閱一下 待會第一輪完略之後 我就會處理議案的表決了 因為沒有時間再展開討論 請石禮謙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我聽到那麼多同事說 都很有理據在這裏 就是政府不可以 就是他們不明白 這個整個房屋的市場 它是混亂了一個私人市場 以及一個所謂的公屋、居屋的市場 因為兩個市場是不同的,主席 第一 第二,你現在這樣去拿這個臨時的方案出來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你一方面就說 給多些供應白表的人可以買到樓 那就是可以怎樣幫助他們 但第二件事呢,你就把白表的人買樓 進去私人市場 地產商多謝你的 第二手市場那些多謝你 但這個不是理據 它不需要你拿這班人去給它 它不需要你施捨給它這班人 它要住的嘛主席 為什麼我們要有這個居屋 居屋就給安居樂業 讓它安定來在這裏住下去 為什麼你看這25萬居屋 居屋 是只是有 大約是10%的人才去賣的 就是希望給到他們 這個政策是好的政策來的 是給到他們真正是可以 解決他們的居居的環境 安居樂業在這裏 你現在就要搞亂這個市場 好了,都不止了 你給那些白表的人去買了 又給那些陸表的人 應該可以 從陸表進去居屋那裏 就空置一些位置給人 現在有20萬 20萬挺上公屋的 他居居的環境是非常之差的 你現在就給了白表的人去買 而是阻止,不是只是陸表買不到樓 是阻止了需要幫助 入公屋那班人 是進不了 你現在是幫助哪班人 你要很清楚 幫助買不到樓那班人 還是幫助入不到 有一個好的居居環境那班人 你要很清晰地去說這個問題出來 那班人更加要你幫助 你不要令到他們 有些人住到一個環境 你不可能在現代社會接受到 你就要關照到買不到樓那些人去 就要這班人一早繼續挺下去 挺得何時,挺得多久呢? 所以剛才另外一位議員 毓敏說得對 你真的要加快建公屋 解決這20萬上樓的人 有些老人家一上不到樓已經死了了 為何你還要關照這班人 是要買到樓而另外一些人上不到樓呢? 你自己不得清晰地去瞭解到這個問題呢? 所以這個是帶出來一個社會矛盾 社會矛盾是更加矛盾 多謝主席 沒有時間回答你了,局長 接著是謝偉傳議員 多謝主席 其實我聽了那麼多我們同事說 又聽了局長說 我覺得整個計劃給我的感覺 完全沒有考慮那個效應是怎樣 你看過去那個成交量二千宗都不夠 是不是根本那個供應 就是其實根本沒有人想賣出來 那這是第一點呢 那你又沒有評估過這方面 是不是你說有很多人想賣 不過沒有買家 那剛才好像盧喜國那樣 那當然你就會鼓勵多些買家 根本整件事就不是 現在的效果大家看出來 就推高了樓價 唯一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這個 將這個居屋或者那個樓價 接近一些私人市場呢 那如果是不是這樣 幫助那些人去買私人市場的樓 又推高私人市場的價錢呢 麻煩 局長可不可以回應 主席 政府無意是 好像剛才謝議員所講 那樣推高樓價的 那剛才謝偉卿議員提到 就說兩個市場不同 的確從來都是兩個市場的 因為就算在二手市場裏面 無論是錄表或將來 如果我們推行這個新的計劃 白表人士 他在二手市場買了居屋單位呢 他仍然需要出售的時候呢 如果他要在公開市場發售呢 他是需要保價的 那所以變成兩個市場是分開的 現時在居屋二手市場呢 亦都是容許那些居屋業主呢 他經過保價之後 是將他的單位變成一個公開市場發售的 所以一直以來呢 兩個不同的範疇呢 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至於說那個實際的成效點呢 好幸好剛才都回答過幾位議員的提問呢 就的確要看推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不過我們相信呢 在一個總體量是這麼多的時候呢 我們很難去說呢 究竟有沒有一些業主 他覺得呢 他認為呢 他認為可以是賣出來 而不會影響到他自己居居的需要 有沒有跟進呢 我跟進一下 其實呢 當然啦 我覺得 都想活化這個市場 就是我相信其中一個目標 但是 最主要的問題 如果去先聽局長沒有評估過 有幾多個單位 會有興趣推出來 他推這個政策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評估呢 如果你評估到 都是兩千個單位 根本現在錄表已經是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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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現在那個錄表的數目 剛才都說過了 就是每一年是千多宗的數字 在整體二十幾萬數字裏面 我們覺得是偏低的 因為講緊是 已經居屋出售了 有成二三十年 當然 每一個居屋業主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考慮 他賣不賣公屋單位 這個單位 將來有這個 托展的計劃之後 他賣不賣給錄表單位 這個都是賣賣雙方之間的一個決定 局長會不會是托市 其實這些議員就是問 會不會出現這個托市的效果 製造買家 我們不是製造買家 即是說如果他自己負擔能力 是負擔不到的時候 他都不會買 好 葉國謙議員 謝謝主席 在這裡我也要申報一下 我本身都是防委會的資助防屋小組的成員 對於這方面的計劃 我也有參加到這方面的討論 那我很清楚的看法 就是說這個計劃 其實在居屋 這個是兩個市場 在市場上面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 可以給白表的資格 就看到這個居屋本身 現在的二所市場 是非常之 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市場出現 因為你要能夠買得到的 只有錄表的人 他可以去買 但是錄表買 他們那些樓 也不是一個合適度 因為要放棄自己的居屋 公屋 所以這個市場一直都不會有 但是在現時 社會上面也有一批 就是說他的入息來說 是合乎那個資格 白表資格的情況之下 他也希望能夠拿到自己 能夠供到樓 起碼能夠有這個 那既然有一批 已經在這個居屋 已經居住了這麼久 而他自己的經濟條件 也覺得自己要改變 就是他已經有這樣的經濟條件 也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 他是有一批這樣的市場出來 不過基本上就沒有買價 但是這個買價為什麼沒有呢 客工上面 因為他在綠色錄表 才會出現 他能夠買到 但是白表方面 他根本不會入到這裡 因為他要保 他要保地價先 但是現時在不保地價之下 是被他買了 但是規定他兩年之後 他才能夠放出來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 這方面的一個嘗試 所以我個人 我在這方面的看法 這個是給現時有這麼需要的人士 是一個多行的挑戰 但是這個同在現時的公開市場 是兩回事 就是說他如果有這麼能力 當然他可以在私人市場上面去買 但是他現時的能力 未必能夠符合 但是他可以符合到 是那個白表 即使買居屋的資格 所以對現時的計劃 我個人來說 我是支持 因為這一方面 他現在推出來 都是一個在未有新的居屋 現在推出來之前 他亦有一個需要 給一些有這樣的需要的人士 可以購買得到 那你說 我看到梁慶忠議員說 要將他擱置 其實這些這樣的 你多做一些措施出來 去給多些有這樣的期望的市民 有這樣的要求 這個完全是不需要一種 可以多元化 多種選擇的 但是如果你說 將這些這樣的措施 都完全不做的 那我去給原來的 是有這樣的公屋出來的 但你又做不到 那這個其實對市民來說是有損失的 多謝主席 時間到了 沒有時間給局長回答了 林大輝議員 最後一位了 最後一位了 局長剛才你說 對這個計劃 沒有評估 未評估過 效果 我覺得很驚訝 你夠膽說 我都不敢聽 真是奇怪 當時 我記得梁振英政府也說過 打算每年 這個計劃推五千個出來 那現在 防委會的資助 防委小組討論過之後 就說 將這五千個分兩批 那你又沒有評估 其實內裏是否真的 評估過五千個是不行的 所以就分兩批 你分兩批 就好像很充分 你就推翻了梁振英的計劃 那究竟 你是沒有信心 這個計劃 不做就不行了 說了五千個都要做 其實不可能是沒有評估的 沒有評估 只是打盲拳而已 亂來的 那我覺得這招真是 我都不知道怎樣接受 那我想問 當時梁先生所說五千個名額 是有沒有評估過 那你可否拿回那些評估的數據 出來參考一下 爲什麽評估 一變成二千五個又分兩批 分兩批的目的是 爲什麽不一次過推五千個 不分三批 不分四批 好嗎 局長 主席 剛才我都答過 就是五千這個數 在整體二十幾萬 未補價的單位裏面 我們覺得這個是合適的數 分兩批 你都考慮了 我們每一期 是被抽中的 白表合資格人士 是有六個月的時間 還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可以再續期 所以分了兩批的時候 每一期是有二千多 那這個數 也都不算是一個多的數目 那你過去的數字 都不夠兩千宗 那你又有什麽信心 去等 當有秩序地達到兩千 那你怎麽供它呢 每年五千喔 那當然我們是 我們是沒有供人家去買樓的 那你都想買的 你不想買就無謂推出來 很坦白 你講完就被局長擋 對不起 主席 局長 是 秘書長 請給我一點補充 可以再加一點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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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項目 都可以加一點補充 在這補充 現在我可以加一點補充 2,500 在這補充 這補充 我給我機會 把我的工程 進行補充 補充 等等 是一個簡單的 實際的事件 我問了 是否這樣 你分兩期 先推二千五 看清楚 才決定 再推二千五 只是肯定 半年後再推二千五 局長 你是用A 還是用B 是看清形勢 只是 真的會推五千個 不分兩期 補充 現在我們的做法 是剛才 林議員所說的B 那種 即是說 我們是承諾了 來近一年 會抽五千個 白表者 但第一期 是二千五百個 如果第一期 比一千九 還低於一千九 怎樣呢 局長 我相信我們 即是不用審時度勢 都不是這樣說的 當然我們要看看 這個計劃 它推出來的成效 是怎樣 我們覺得有一段時間 即是硬推 不是我的想法 林議員 不要答音 局長 你說 林議員的意見 我當然尊重明白 但是從政府立場 我們覺得需要推出計劃的時候 都想給一些時間 看計劃的效果如何 好 多謝局長 各位 梁耀忠議員 寫了一個動議 禍議 張超雄 馮檢基 議案的措辭 是這樣 我現在讀出來 要付諸表決 剛才我已經說了 經過這麼多的討論 本委員會 促請政府暫時各自 擴展居者有期屋計劃 第二市場自白表買家 重新檢討 避免推高居屋移售市場 現在付諸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 贊成的舉定 贊成的 1 2 3 4 秘書數數 贊成的9位 放下 9個 放下 好了 反對的舉手 1 2 3 4 5個 反對的5位 欺權的請舉手 2個 2個 我們都聽到了 委員說希望你下次回來交代 主席 我當然明白議員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 不過從政府角度來講 我們覺得 如果未經過實行 就這樣各自 這個不是一個負責的做法 我們知道 議員所關心問題 也都會看看 計劃推出來之後的成效 好 即是採我們那些動議 即是說 考慮了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個議案是沒有約束力 不過我們亦都表達了意見 你的意見都清楚表達了 你也聽到局長的答覆 再押落都無謂 對不對 接著我們去到第二個 今天要討論的議程 就是長遠房屋策略 那麼就 有兩份文件的 一份就是立法會司必顧一 107邪動1213 括弧02號文件 就是 不是 我說錯了 就是CP括弧1 1017邪動1213 03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長遠房屋策略提供的文件 另一份文件就是 FS08邪動1213號文件 就是立法會秘書主移備提為有關 制定長遠房屋策略 報道摘要的資料便攬 那麼現在呢 我想呢 先請當局呢 是介紹了文件先 然後呢 就給大家 議員發問 我亦都想呢 請大家呢 是同意 我作為主席呢 將今天本會的會議 以原定4點半結束呢 延長多15分鐘 大家同不同意 如果沒有意見 就同意了 作為 那麼現在呢 請當局局長 是嗎 主席或者爭取時間 不如我直接請我們的副秘書長 黃天宇女士再簡介 好啊 請黃女士 那個框架 和那個時間表 或者給多一點時間 讓各位議員 可以給多一點意見 我們 那麼這個長遠房屋策略 那個檢討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希望呢 是可以確保 盡量善用現有土地 和房屋的資源 可以設合到社會 在短期中期 和長遠的房屋需要 而我們那個檢討的範圍 其實主要來說 都是涵蓋三大方面的 就是要編定、整理和了解 所有關乎房屋的相關資料 和研究在短、中、長期 如何可以增加房屋供應的方法 包括了如何儘量善用 現有的公私營房屋 和第三點就是都要做一個推算 看看公私營房屋的需求 希望可以切合到 社會上面不同群組的需要 我們那個檢討 其實在架構方面是有兩層的 第一層就是長遠房屋策略的督道委員會 而第二個就是長遠房屋策略的工作小組 督道委員會是油画局長做主席的 我們會有十五位非官方的成員 這十五位非官方的成員 其實都是來自有學術界 亦都有一些在建築規劃各方面 以及在房屋政策裏面有長期研究的人士 亦都有學者 官方成員都有三位 而我們督道委員會 其實第一次會議 就是剛剛在上個月開了 我們現在的計劃就是大概每六個星期左右會開一次會 但當然這個是一個計劃 如果有需要我們會交開會議的 至於工作小組就是由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出任的 成員其實就是全部是政府相關部門的代表的 也包括了譬如地政總署、規劃署、政府經濟顧問 我們那個統計署各方面的人 這個工作小組其實主要是支援督道委員的工作 是幫助他們訂定一些方案給他們考慮 以及在他們作出的建議裏面 看看我們做一些跟進的工作的 由於督道委員會就他們那個實際他要研究的項目 其實他都要詳細討論 所以在今天我們未必能夠可以將他所有 他們決定了要談的事項都跟大家介紹 但是總體來說有幾個大範疇 我們覺得是都需要談的 這些包括在社會上面那些不同的群組 包括大家經常說的 譬如年輕人、長者 或者一些居住環境的惡劣的家庭 或者劏房人士等等 他們那些房屋的需求 以及公私營房屋的需求 亦都看看是要怎樣 為剛才我們所說的不同的群組 就是各個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那他怎樣定他的緩急次序 以及可以看看怎樣去盡量善用 以及理順今天那個公屋資源 這些都是一些我們看到 都道委員會是需要研究的課題 但是至於還有沒有其他詳細的課題 他們在下一次會議裏面都要詳細考慮的 那我們現在做的事就是說 我們已經在我們運輸及房屋局的網頁 我們是有一個長遠房屋策略檢討的網頁的 如果你今天按進去都會有一個特定的網頁 那我們在這個檢討的初期其實都希望搜集到 就是社會人士的意見 那我們亦都會除了在網上搜集意見之外 其實我們都打算在明年的年初 就進行一些焦點小組的討論 那目的就是希望看一看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不同群組 他們一些深入的意見的 那在我們搜集完那麼多公眾意見 還有都道委員會研究過詳細的課題之後 我們現在那個目標就是說 希望在明年年中左右發表一份諮詢的文件 跟著就隨後會進行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那這個是比較希望有規模少少去看看公眾 對於我們這個長遠房屋這個策略研究 有些甚麼具體意見 那在那個公眾諮詢期結束之後 我們都會希望在2013年的年底公佈這個諮詢的結果的 那在這裏也都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這些檢討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妨礙政府 就是說如果在社會有一些逼切的對於房屋 有逼切的需求 而需要作出一些很逼切的措施 在這個檢討的過程裡面是不會妨礙到政府 是有需要的時候推出這些措施的 那我想我今天那個檢討其實就是重點 只是講那個我們的工作目標 還有那個框架 那詳細我們都希望 就是今次會議都聽多一些各位議員的意見 多謝 現在報了名有 郭家麒 胡志偉 張超雄 梁志祥 鍾樹根 石禮謙 梁耀忠 第一輪 還有方剛 我預 每人四分鐘 連問連答 好嗎 郭家麒議員 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 我認為沒有人反對你們做一些長遠的房屋 那個規劃 不過我就不知道這些有多有用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87年你們做了一次 是吧 即是這個第一個長測 那麼97年呢 又有一個群察群力的建屋 安民共測前路 又一個 我記得87年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一些資料文件說了 由87到2001 當時都要求是有四萬個 公屋居屋 和私人參見居屋 再加三萬個私樓 當時人口都不夠六百萬 現在我們超過七百萬人 有超過七萬個人 在那些劏房的劏廠住著 政府現在做了一個長測 那我就不知道這些真是 如果要等你的長測去解決的問題 我相信 差不多他們已經是絕望的了 那我就不知道政府這個長測 有幾大的影響 因為你就說在明年年中就會出來 局長你上個星期 才跟我們講 未來三四年只有六萬五千個單位 那究竟你說哪一件事才是真的 你現在這個長測 就說要看那十年 即我當你一三一四年 又有十年去到二三二四年 那你已經 我們現在數下去一七年了 你都說沒有地給我們了 樓又沒有多度了 那是不是跟我們講去浪費呢 第一 第二就是這些政策 有幾 即我們幾可以幾重視它呢 政府都不是 未試過招令直改的 是不是 即如果一有 有一些風吹草動 可能那些地產商 覺得不太好 即好像你做SSD 有十幾個地產商已經出來要吵 那你整個長測也好 中測也好 那些地產商說 喂不對路 我發覺你 影響我們那些 是不是規程問題 食月 什麼規程問題 你產商沒有吵到 所以我要更正 郭議員過去 我認為這個不是規程問題 到你舉手 他又佔用我的時間了 小席 給你 給你 你繼續 好 那我就不知我們幾認真可以對你 即這些這樣的長測 我就想知道這個長測 你定了你的啟動期 即你說真的可以幫到市民落實 那個房屋的時間是多少 你有幾大信心 它是可以解決到 因為你做長測之前 你都有一些 估算 幾大可以幫到我們現在 水深火熱的市民 還有幾時 幾時是 可以令到 起碼現在在等的那些人 有得住 局長 主席 就剛才郭議員提到 87年 97年之後 以往的長測復庫策略的報告 當然每一次的過去的長測 都是由當時的政府 因應當時的情況 去作一個規劃的 現在我們講的那個長測復庫策略 是根據現在我們面對的情況 各議員覺得很對 我們不是說等這個長測復庫策略 檢討完了之後 再去推行 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個規劃 才去解決現在問題 現在問題呢 迫在眼前 我們都盡量去解決的 一些中短期措施 希望盡量都可以去舒緩這個情況 六萬五個數字 我們在立法會講 是指 未來三至四年 是私人樓宇方面一手樓的供應 未包括這個供應房屋的 但怎樣都好 現在 我們也同意 就是 目前那個供求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 我們需要盡速增加這個供應 但這個不等於 我們不應該做一個長遠規劃 在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聽到社會上 好多聲音都要求政府 要有規劃 這個規劃包括土地規劃 所以我們覺得 現在進行的長策 是非常重要的 啟動期是甚麼時候 我們已經啟動了檢討 我們希望在年中的時候 明年中的時候 是有一個諮詢文件 跟社會上再全面去討論 我們希望這個長遠火策略 規劃期 是在接下來這十年 胡志偉議員 多謝主席 我見到文件說了檢討目的 就是要盡量善用現有的土地和房屋資源 我想了解一下 這個長遠的房屋策略 其實就是沒有考慮到 在發展局下面 可能會新增的土地資源 就是在一個有限的土地供應之下 去確定我們的房屋的資源 我想了解一下這一點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但是仍然回到剛才之前的問題 就是 居屋或者已經出售了的公屋 其實佔我們三十幾萬個單位 我見到林鄭月娥、林思長都有說到 就是公屋都可以活化 我就不太明白 就是在你的長遠策略裡面 會不會考慮就是 就住居屋的活化 除了你拿來五千個單位 拿來這麼短期去賣之外 是不是可以透過租務的市場 是為市場提供大量的單位 是去舒緩那個租金的壓力 亦都作為房屋供應的一個部分 一個環節 第三個也都牽涉到就是 在房屋策略裡面 我不知道會不會也都包含著 就是過往在房屋委員會 通常都有另外的一個 就叫做公屋的重建計劃 去善用已經有的一些土地的資源 去確保那個公屋重建計劃 是有罪的 那我想了解你三點 局長 主席 雖然文件是有提到 這個善用現有的土地的資源 但是這個不等於 我們不是同時去想 開拓新的資源 的確開拓新的土地資源 在新的土地方面 是能夠對這個房屋的需要 做一個供應方面的配合 是重要的 但是剛才在投影片介紹的時候 我們都講過 這個督道委員會之下 亦都有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 這個跨部門小組 亦都有不同的政策局 包括這個負責土地規劃方面 我們希望這個督道委員會 所講的長遠土地策略的那個需要 是能夠對將來政府在規劃 這個土地或者是 整體公私營的房屋的供應方面 是起到一個指引的作用 至於剛才 胡議員提到 就是活化公屋 重建公屋等等 在那個長策的討論過程裏面 我們是會全面去聽社會上各方面的意見 胡議員 可不可以進進也都問一問 那現在長遠房屋策略督道委員會下面有三個官方成員 可不可以講一下哪三個部門是會成為當然成員的 局長 主席 這個督道委員會裡面三個官方的成員 就是除了我作為這個主席之外 三個官方成員就是兩個上行秘書長 一個就是白智高先生 他在這個運防局方面負責這個房屋的 另一個就是發展局其中一個常秘書長 周達明先生 他就負責這個土地規劃的 還有一個就是政府的經濟顧問 胡議員 還有沒有問題 我想跟進其實這個長遠房屋策略 就是 除了是局長做主席之外 你跟這個發展局局長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主席 房屋問題是整個政府視為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所以我們是用全政府這樣的態度去處理好房屋問題 所以不同的部門如果涉及到土地房屋的供應方面 都是牽涉其中去討論的 有機會的 所以我跟發展局之間我們是會這樣合作的 我想胡議員當然是問 你跟發展局局長誰牽頭這件事 你不如答你兩個局長誰牽頭 如果在長遠房屋策那裡 當然就是由我作為這個運房局局長去牽頭的 但去到具體將來對政府的土地規劃等等 一方面固然是涉及這個發展局的配合 另一方面都是財政司司長有一個督導委員會 去負責這個房屋用地方面的供應 可否提供一個這樣的架構 了解一下房屋和土地供應之間的關係 可否提供一個架構部門之間 我們可以準備一些資料 好的 會後提供 張超雄議員 多謝主席 現在我們其實整二十萬個個案 幾乎輪候著這個公屋 裡面牽涉到大概差不多四十萬人 包括了其中相當是非長者的單身人士 現在的需求不斷增加 剛才局長也提過 現在是破紀錄的 這條隊排到有資而來最長 但政府還是每年只提供大概一萬五個公屋單位 很明顯是不夠的 尤其是對於一些現在的非長者單身人士的名額 是限制每年是二千個 其實不用做長賊都知道 這些是很大問題的 現在長賊這個委員會 我們有留意到主席 有很多防委會的委員自己都在說 這個討論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土地供應 那方面的資料和有一定的政策的指導權的話 其實是很難搞的 我希望我剛才聽局長說 其實都不是的 都有討論的 發展局的要員也都在 那我想這個長賊的委員會 是不是可以公開你們的資料 無論你那個討論 基於那些資料的內容 譬如有關土地供應的資料 你對於現在房屋需求的評估的一些準則 會議紀錄 還有這些會議有沒有機會 是容許公眾去參與討論的呢 那另外就是我想再問多條問題 就住一些不同的人士 尤其是包括了這些非長者的單身人士 或者新移民等等 有沒有都可以制定一些房屋的指標 就是現在你說三年上樓 這個就是講家庭 就撇除了我剛才說的那些群體 你可不可以連那些都制定一些上樓的指標 都是主席 副長 主席 將來這個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 他在討論的時候 他怎樣去 預測和去評定 那個不同的組群 包括長者 或者其他的單身人士 他的房屋需要呢 這個我們在討論過程裏面 會因應社會上和委員意見 去定出一些的準則 那麼那個委員會本身的討論 我們是按照一般的政府的諮詢委員會的程序 我們的會議是不會公開 不過呢 我們在這個討論過程裏面 是會跟社會不同的群體 是有這個互動 還有希望透過不同的一些平台 是聽取社會上各方面的意見 也都當然有機會回來這個事務委員會 去講解一下我們的進展情況 最終來講那個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 所以的諮詢文件 在明年年中會發表的諮詢文件 是會鋪陳所有我們作過的討論 還有一些不同的評估的 土地規劃問題 就不是這個長遠房屋策略 都道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因為土地規劃 是牽涉到很多的法定的程序 包括這個承規會 亦都政府裏面 是有一個由財政司司長去統籌的 關於房屋用地方面的一個督道委員會 大家都知道近期大家都比較敏感 就是一些牽涉到土地 那些規劃方面 可能是一些市場敏感的資料 我們要好好地去處理 所以我們將那個職能方面 都分得很清楚 但正如我在第一次的 督道委員會會之後 我都公開講 就是講到對將來那個房屋的需求的時候 無可避免地一定涉及供應 因為需求和供應都是一個同幣的兩面 所以將來有任何的一些建議 都會影響到我們在土地規劃 供應方面的那個做法 會議紀錄他未回答 可否公開一些會議紀錄 可否補充了會議紀錄及資料 主席 將來這個督道委員會的諮詢文件 其實就是將我們討論的結果 是鋪陳出來的 好 梁志祥議員 多謝主席 過去房屋政策 特別這個長見房屋策略 根本就有一些叫做房屋供應的量化指標 過去呢就有八萬五啦 跟著呢就上屆政府 有一個叫做出租公屋就是萬五 居屋就五千 而私人樓就兩萬 那麼這些的量化指標呢 也都突顯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來到今屆政府 可能呢做一個研究的時候呢 就未必是這個指標 那麼換句話說呢 其實這些長遠的房屋策略呢 其實都不是很長的 就是可能是你一屆政府 就會有第二個 第二套指標出來 所以我覺得呢 就你這個長遠的房屋策略呢 可能就是研究呢 我們就是現時社會的狀況 作出一些決定 而在呢 一屆政府裏面要完成的 否則就不是叫做 就達不到我們那個基本要求 那所以呢我都希望呢 就是這個長遠的房屋策略 應該呢要納入一些 就是現在我們存在的一些問題 來去研究 那我覺得其中一個呢 就是 除了這個土地的配合之外 要研究呢 就其實人手那個配合都很重要 那比你說 我的量化指標去到八萬五 那你做不做到呢 其實是未必做到 現在的 就是各個勞工人手 特別建築業的人手呢 其實是很短缺的 也都沒有一些年輕人呢 願意加入這個行列 那所以會不會在這個研究裏面呢 你怎樣配合房屋發展呢 需要增加多些的 就是這個建築業的人士呢 那這個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加下去 第二個呢就是我覺得呢 現在我們都很強調 港人港地 或者港人優先這個政策 那會不會在這方面呢 加入下去一起研究呢 那作為我們長遠房屋策略 其實我覺得你不應該用長遠房屋策略 這個字眼 應該是我們本屆政府的 本屆政府的這個房屋政策 那這個房屋政策裏面呢 港人優先是否作為一個原則來考慮呢 國長 麻煩你 國長 主席 其實港人港地已經是現屆政府的政策 就這個都反映到很多的措施方面 所以就是說 港人的需要優先 已經是既定的政策 那當然這個這樣的精神呢 也都會貫穿在我們各方面的政策 包括現在制定的長遠房屋策略的 我剛才回答郭嘉琪議員的時候提到 說十年呢 不等於說我們十年一成不變的 但是就是說我們看得遠一點呢 就是講十年 那當然呢 就算在本屆政府這幾年裏面呢 我們希望將來都是有定期的 一個檢討的進度 看看社會經濟的狀況的變化等等 作出調整 量化指標 在目前我就不可以說在那個 長遠房屋策略那個檢討過程未完成之前去講 究竟將來那些所謂的目標指標是怎樣定的 但是呢這些目標呢 或者指標呢 就算有某些數字 我們都不應該是看作為一些死的數字 或者不是硬的指標 有時候都需要因應的情況 是有所調教的 但是怎樣都好呢 我覺得我們在整個土地或者房屋的供應規格方面呢 是需要一些指標性的一些方向 令到在供應上是配合到 剛才梁議員所提到那個建造業 或者相關行業的人手的那個供應呢 的確是我們都是很意識到的 我們都是從業界商討 知道這個是一個我們要克服的問題 所以呢我們究竟那個能量供應上 無論是土地的供應 或者是那個建造業方面的配合方面 的確是我們要很細心地去探討 確保我們提出的指標是第一道的 鍾樹根議員 多謝主席我三個提問 第一個呢 剛才很多同事講的那個輪候時間表呢 我們確實覺得越來越差 歷屆的特區政府都說 希望輪候公屋的人士可以三年可以上樓 只有董建華政府後期呢 就基本達到這個目的 但是跟著之後呢 就越來越差 現在呢更差了 在港英時代呢要六七年 我希望政府呢 是不是可以定出一個時間表 什麼時候去達到你們的目標 三年可以上樓 第二個呢就是個公平性 居住個面積的公平性 現在呢存在你們一區兩制 舊制的呢就在七米以下 有些甚至是少過五點五米 就是平方米 我說的平方米就是 第二呢就是 申請的公屋呢就是七平方米以上 而且很多時候呢令到呢 我們的市民呢就覺得說 我們長期在公屋裏面 居住了十幾二十年的呢 居住面積更少於新來港人士 新申請的那個面積 那麼這個造成不必要的社會矛盾 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你真是要定一個時間表 什麼時候去消除這個差異 這個是不公平的 不可能夠呢 就是住宇內那些呢 還是維持得這麼惡劣的面積的環境底下去居住 這個衍生出來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我希望你的研究呢有關於一個尊重個人私隱 現在站在小單位裏面呢 有很多四人單位五人單位呢 只能夠鑑一間房甚至鑑不到房 如果他的子女是兩個 一男一女的呢 當年齡的增長底下呢 他們不單止 他們生活上 讀書上互相有影響 連換件衣服都沒有地方去換 那你對私隱這件事 現在已經上升到我們香港一般的核心價值的 這個情況下 你怎樣去保障他們呢 你作為一個公屋的 你提供一個公屋的供應者 你竟然令到裏面的父母兄弟姊妹 都完全沒有了私隱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你是不是要切切實實去考慮去怎樣改善呢 多謝主席 局長 主席 關於那個所謂三年上樓 其實呢 我們一直都是說 就是 有第一個配樓的選擇 是平均等候三年 這個一直以來都是房委會用的一個承諾 剛才中議員提到港映年代 我自己九十年代初都做過房委委員 當時說的是八九年限定 有些超過八九年的 所以回歸之後呢 其實那個年期是縮短了的 但當然你說呢 有沒有一些個案 它實際的情況 它等的 是超過了三年 我相信會有 也都有不同個案 有不同的原因 我在不同的場合 都對一些居民團體說 如果有一些是等很久的 我們很願意去跟查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有些可能個人的條件 有些變化 在輪候期裏面 有些可能它是特別選定某些區域 所以可能是 時間長了 又或者有些 它那個資格方面 可能出了問題 這裏我很難一概而論 但這個平均三年 是能夠有第一選擇 這個仍然是我們用的指標 主要說那個面積問題 當然我們都同意 如果我們的總體供應多些的時候 面積可以大些 但在總體供應有限的時候 的確無可避免 是要作一些權衡 不同的需要 中議員 第一 他沒有解釋到 怎樣去解決 我們私隱的問題 沒有答到 第二 你既然知道有問題 你自己不想辦法 去消減供應的差別 是你的一個缺失 第三 你是不是想恢復 港英時代要輪七八年 在我手上的國案 大部分都不能夠五年可以上樓 你怎麼解決 你怎麼解決 沒有時間回答你了 中議員 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 主席 對不起 我看錯了 石禮謙議員才對 我們下一個 石禮謙議員 如果你先趕著你要 我沒有所謂 多謝主席 主席 我是支持這個詳策的研究 我只是一個詳策的研究 不只是一個這麼簡單的策略 策略 策略都要配合到 這個整體的人口發展 那個趨勢 土地的供應 我們資源的來源 如何去面對經濟發展 是否要看 如果你只是做一個詳策去做 是沒有什麼意義 還有剛才幾位議員 梁耀忠議員都說得很清楚 你是一個五年的政府在這裡 你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你是做得到 與否做得到 你目前還要很清晰地去講 你的房屋政策是什麼 你才去看一個詳策去做 我想這件事是重要的主席 第二件事我想說一說 這個工作小組 我不知道有15個成員在這裡 有多少是立法會議員 我不知道 如果哪些是立法會議員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它不是立法會的小組 成立 但是這個立法會 尤其是我們這個小組 這個房屋委員會 這個立法會是320萬人有代表性的主席 衣食住行 我們都是要關注的 如果你一個小組做了一件 一個策略出來 跟我們完全都是沒有 沒有一個諮詢在這裡 又沒有一個給我們 可以有一個發揮的機會在這裡 你做了出來的時候 你諮詢的時候 你做立法會議員 尤其是你也有很多是民選的議員 還有就算我們 早輪界裡面都有一個責任在這裡 這樣就好像被他帶來走那裡 我就很希望 不是說我們要拿這個什麼參與角度去看 我很希望這個小組 這個我們 這個委員會 可以做一個 要是要做一個小組研究 好像鐵路小組 或者好像以前的西九小組 就算如果做不到那些小組 但是我們都要長期要去政府 向我們的眼部 關門好 公開好 都要有一個 那麼令到我們只要給到我們 這三百二十萬人的選民代表在這裡 是講一個長遠策略的 那個計劃在這裡 是有個貢獻 不是我們自己做議員 做不好的工作 主席 好 請局長回應 主席 我很同意石議員所說 立法會當然一定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今天這個課題 就是我們開始了這個長策的時候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構思 那個進行是怎樣 我相信在我們 確定那個諮詢文件之前 一定是有機會 再跟立法會這個事務委員會去討論的 也都我同意就是我們有些什麼的想法 應該是有機會是先聽一下立法會的意見 主要說那個人口的發展 資源等等 的確這個一定是影響到 長遠房屋策略的設計方面 我們不可能是閉門做具 一定考慮整體人口結構 我們的社會經濟狀況的轉變 從而影響到那個市民那個住屋的要求 或者一些事業方面的要求 主要說政策方面 其實行政長官向立法會說的時候 都說得很清楚就是 大底相來講三點 第一就是幫助這個基層的市民 有需要的市民上樓 第二就是一些中產人士 比較低要收入的中產人士 他們那種資業自住的需求 我們希望都透過某些計劃去配合 這個居屋就是這樣的計劃 第三點就是重建那個房屋階梯 令到那種流動性可以建立 多謝主席我可不可以省個時間 這個方面你還有一個時間表 還有一個路線圖 去怎樣去做配合這三點 那你先去看一個長策 還有主席這個長策 不要這樣做了一個文件來諮詢給我們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時間去反映我們的意見 多謝主席 局長有什麼反應 我聽到石禮議員意見 我相信將我們… 不是等你有份文件先來 不是等你有了一個完整的策略文件先來 我們剛剛開始了這個長遠科學策略 那個督督委員會的工作 那我相信我們在督督委員裡邊 有進一步的一些構思 一定是會有機會回來這個委員會 去跟大家去商討 和聽大家的意見 石禮謙議員 你建議一個 在立法會我們房屋下面 有一個房屋策略的小組 是嗎 主席 我想在這方面 因為這個牽涉到… 對不起,拿大家的時間 牽涉到住屋的很大的關係在這裡 還有我們有個責任要交代 如果他就一個十五人小組 而是我們沒有參與在這裡 他拿了一個文件出來 我們只是在文件的角度去批評或者是支持 但是我們沒有反映到我們的責任 在這個市民房屋的責任 那裡去講 主席多謝 你這個建議 待會在大家發表完之後 大家也可以討論 你這個建議 我聽到副主席馮檢基議員提了的了 如果我們大家有共識 我們都可以在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下面 設一個長遠房屋策略的小組 專門就這個課題來做研究 好嗎 謝謝主席 接著是梁耀忠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 局長剛才說他會聆聽我們議員的意見 在日後的長冊委員會那裡討論任何策略的時候 我不知道局長說話有多大誠意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二十會那裡 其實今年的已經制定了政策 已經決定了出來 連我們有個動議案通過了 所以這麼多數人通過了真的很少有的 竟然你連回去考慮的兩個字都沒有 根本就告訴他們 照行可有 我們有什麼意思呢 你來到這裡只不過是知會我們 不是跟我們聊天 不是跟我們討論的 那況且這個長冊委員會 你已經開了會了 制定了一個方向 講了你的工作範疇 講了你什麼都說了 那又給了什麼意見呢 只是你喜歡的時候問我們 不喜歡的時候 可以不想問我們 這個態度集結成這樣 即儘管實際的議員非常難得 就是想成立一個委員會去跟進 和他們對話 我覺得我就沒有信心 我真的事實上 在今屆議會裡面說 雖然我們剛剛才開羅 但是一而再再而三 所有政策 我特別政府 就來到就告訴他們 我會怎麼做的了 不好意思 你說什麼意見都好 太遲了 我們終於是決定要這樣走的了 這樣 但是太遲 不是我們不想跟他們談 但是他們不會跟我們談 一而再而三 這樣 我不知道將來我又可以談些什麼 有什麼意見 我們那些意見 可以放在幾個 幾大的程度上 能夠在委員會再討論 我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我想討論的問題 不是在於 長遠策略裡面來講 要談些什麼內容 而是我想談 就是究竟這個政府 的政府 有幾大誠意 跟他們合作 去討論問題 去處理問題 如果往往都是這樣來到 跟我們離系 知會 開來幹嘛 那些會來講 浪費時間 你想一想 這個長途委員會 已經開了一次會 已經是一個 是 有沒有跟我們談過 怎麼樣 甚至連那邊 總成份 我也有意見 政黨成員只有一個 還是民建聯 其他人呢 沒有 政黨成有兩位 我看 哪位 李華明議員 哪位 李華明 他不是代表政黨的 不好意思 你那個寫著 都是政黨 只是代表民建聯 一個 我們沒有講到 誰是代表政黨 我不知道 這是我們上網看 這樣看的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究竟怎樣去合作呢 怎麼表現出你有誠意呢 怎麼表現出大家 是共同的解決問題呢 最後結果裏面 就告訴大家 我已經決定了 是要走的 那樣 剛才的二手那樣 我們這麼多人通過了 你都不聽 我們不理我們 我還有什麼信心呢 你有誠意呢 主席 請局長回應 主席 第一我要澄清 就是剛才 對於二手市場那裏 我知道議員 是關心那個成效 但我覺得就是一個成效 永遠在未推行之前 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認為 我們應該先推行了 看看成效是怎樣 議員所關心的 我們是知道的 關於長遠復活策略那裏 那個委員會 即是開了第一次 其實那次委員會 是不會去到一些具體的問題 即是談了整體的 所謂進行檢討的 工作的一些方式等等 所以在新一屆立法會 上陷之後 我們爭取第一次 這個常規會議 和大家交代回我們的進展 所以剛才我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希望 在這個長策的過程裏面 是有機會和這個委員會 這個本事務委員會 是可以有進一步的一個商討的 主席 任他講完的了 看不到成效 就不跟我們講 只是任你講而已 理由來講 是作很多理由出來 都是說不用跟我們講的 任何一件事件 你都是不想跟我們講的 是有很多理由作出來的 那就是永遠都不用講了 那開議會做什麼呢 有幾天的誠意呢 你時間夠了 請下方剛議員 謝謝主席 我覺得這個長遠房屋政策的策略 是非常之緊要的 這個是對土地資源的運用 以及公帑的運用 甚至有些跟發展商 他們的想法 看法都是非常之緊要 但我都很贊成剛才 那各位同事講 就是你那個房屋策略委員會那裡 你現在第一樣東西拿上來 就是這個居借有期屋第二市場 你的看法 跟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是大家有些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剛才有同事講 就是如果你私人樓 那個樓價又一直這麼推高的話 那你的居借有期屋的人 他都沒有位子走 因為現在你已經講了 那個由二千個成交都沒有 即是說這個計劃未必是成功 如果最好是有一個整個 好像一條鏈一樣 公屋 他都可以住公屋 公屋的環境好了 他可能住居屋 居屋再好些了 希望他進去私人樓 這樣推動 你才有個效果 如果你說那個私人樓 已經是脫節得那麼緊要 那麼他住居屋的 他怎樣能去搬入私人樓呢 那麼這一樣東西 你想這個計劃成功的機會 真的覺得是非常之難 雖然你說 局長你說未推 你怎知道這個成果不厚呢 但在這個預測想得到 你是比較難做到的 但是我所說 你那個公營房屋需求 那樣東西 真的要認真要考慮 那個檢討一下 我想提一提就是 公屋入住的資格的檢討 現在聽到很多人說 我一日入住公屋 就差不多一世永久在那裡了 那麼這一樣東西是 其實就是第一 第一 就是一個環的第一環 你最好就是住了公屋 它有機會去樓轉 去住了居屋 那你才會移屋 那如果你的公屋 是住了進來 有人交這些公屋出來的 但是數字是多少呢 是少之無可再少的 還有你的巡查方面 有沒有一個很嚴格的巡查 那麼有多少個人 是每年 是交這些樓出來 還有你巡查方面 又查到有多少 這些人是犯規的呢 就是我們最重要 就是公屋方面 要推動去到居屋 然後居屋去的人 推動進去私人樓呢 那你那個才有得 有得循環的 你要給時間給局長答 好啊 局長請 主席那個方言所講的那個循環 其實正正我剛才所講的 就是政府的政策方向 都希望是確定回那個房屋階梯 希望達到那種流動的 公屋的入住資格 那當然這個都在我們長策裏面 如果是有認為需要去 就是再議定的地方 我們是持一個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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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房署 都是經常是 巡查這些公屋的 確保是有關的資源 是不會被濫用的 確保是有關的資源 那每年多個是交出來的公屋 那每年我們是 那現在每年我們是 回收的單位 其實是 如果正回收單位 就是扣除了一些調遷那些 可能的實數 就是沒有分別 但是正回收單位 每年平均都有七千多個單位 是 是 阿方宇 那這個七千多算多 還是算少呢 因為現在幾年下來 現在七千多算多呢 是怎樣 局長你回答 這個七千多是個正數目 就是有些可能是調遷 它由一個單位 搬到另一個單位 有些可能有大的單位 或者小的單位 要加定性有變化等等 那就很難一概而論 但是我們都加強了那些巡查工作 好 馮檢基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我相信呢 局長都聽過 起碼我們都聽過 特首和司長 林鄭司長 都提過 那些政策 未必一定要等齊了才做的 有時的事情 如果急的都即做 那即使你居住的房子 由不起 到決定起 到現在說有五千 甚至最快的應該 我沒有記錯 已經一四可以流出來 賣一六可以入火 那這些是 如果是急市民所急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 是德政的做法 但是今次 到了今時今日 我還沒聽到 政府肯 將一萬五千個公屋 出租公屋 加大 比如我們民協會建議 三萬五的 就算一般市民 其他民間團體都講三萬 其實三萬到三萬五之間 都是團體所講的 以及以往都是 這個數字 證實是需要的 我想問現在的情況之下 這個可不可能是不等 當然今天講長策 我講的是 你要將這個問題 都等到長策 先談 談完再搞亂 之後再講 增加出租公屋的數字 就是大劑 現在二十九萬多 近二十萬排隊 其實局長可不可以 不等長策 就現在可以決定 起碼不要 你就算去不到三萬 從萬五到二萬 二萬五 行不行呢 當然你會問 有沒有一些方法 我曾經以前辯論的時候 講過下一些方法 我不知道局長可不可以考慮 譬如說 將現在的地盤 你現在已經是一到五年內的樓 正在建立 由設計到建立 大概六十個月 梁振英都說 由七十減到六十 即是說 其實兩年剛剛開始了 二十四個月之內的地盤 你都可以改的 改做甚麼呢 譬如將地積比改 譬如將樓層改 譬如說樓層 你預算三十層的 會變三十一層 三十二層 每多一層多十六個單位 有些三十二個單位 第二 多座樓 譬如當然這個多座樓 就是大件事 因為你可能有些地面空間少了 但同樣 你又可不可以將一些公共設施的天台 都又變成公眾空單 又補回給它 即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方法 即我覺得 這些可以不用等長冊 就可以抽出來 你夠膽宣布 上屆政府都不敢 不敢的 興建居屋 每年五千 那這裏出了公屋 可不可以由萬五變到 二萬 二萬五 跟著再等長冊 會不會去到三萬 這樣行不行呢 主席 是 局長 主席 到今天為止 我們用來做規劃的指標 其實都是從上屆政府繼承過來的 所以剛才馮議員所說的 那晚五 即平均每年晚五 建屋量是公屋方面的 或者所謂五千居屋 五千居屋 是上屆政府說的 在201617 那四年之後 那四年是用這個 一萬七千個單位做一個指標的 之後 如果有足夠的土地的供應 就是每年五千 這個上屆政府提出來的指標 另外就是私人樓方面 是平均每年兩萬 都是上屆政府提出來的指標 也都不是一個硬指標的 那現在我們剛剛啟動了 循環否決策略 我覺得比較周長的做法 就是經過一個全面的評估 再定一個數字 雖然我自己最近都公開有表示過 就是一萬五千 似乎對現在不斷增加的 那個對公共的需求 應該看來是需要檢討 知不知道 可不可以局長都講講 譬如剛才我講的 就著你一五年計劃裡面 剛剛知道 在去著第一第二年的計劃 建公的計劃 其實我剛才的幾個方法 都可不可以現在可以考慮 加多少得多少呢 就算你加十個單位都好過 好過小十個 可以嗎 局長 主席其實在這屆政府上任之後 我們都是敦出有關部門 是盡量壓縮我們那個程序 還有是盡量在地方面 是地盡其用的 所以一切可行的方法 增加供應我們都是在做緊 跟著是田北辰議員 是 多謝主席 我想知道 政府 局長 或者 分量政府對於一些干預 私樓市場的一些措施 其實背後 他們的理念會是怎樣 現在港人港地 以目前我所理解 其實就 基本上是幫助香港的投資人士 他有很多 即是積蓄 收不到息 又不知道擺在哪裡 那就買樓最好了 不用跟國內的豪客去搶 是吧 變了他們 很多機會就是投資了 但事實上是解決不到 其實上車一軸的訴求 我又不覺得 這件事是我們現在香港最迫切 要關注 就是香港有限錢的人要投資 是否給他一個好的渠道呢 反而我覺得最迫切就是上車一軸 但是現在呢 沒有說加入一些首次事業的條款 我想知道 其實你們想港人港地的時候 最想幫的是哪一種人 是否真的上車上不到 如果是 那應該都考慮加一些首次事業 那如果有的話呢 他長遠你覺得的比例應該是怎樣呢 那你也不會說 各樣都是首次事業 那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基本上你們現在 那些干預市場的一些措施呢 是虧限它賣出的時候的條款 那譬如說港人港地 就是三十年內 不能這樣 不能那樣 那但是三十年後 都不是梁振興政府啦 局長也退了休啦 凡是這些幾十年後 還局限住人家 賣出的條例 到底政府 真的有沒有能力去說服人 他會得維持得到呢 還是過了一個政府 前朝的事情 是可以不算數的呢 還是你寫在這些條款上 是真的法律上 以後真的三十年 個個政府都必然一定要遵守的呢 那你可能要問一下 就是司法部門啦 我不知道是哪個部門 是 局長 主席 或者我從兩方面回應 最後那一點呢 關於港人港地那裡 就是規限在三十年內 是只能夠賣回給香港永久性居民 這個當然是 是 希望呢 就是 能夠在執行上 是做得到的 那現在 地政的部門 和這個律政部門 都是 是 已定有關的細則 在定好之後 我們會公佈 那 關於說 在港人港地裏面 應不應該再有其他條款的規範呢 當然我們 從政府角度面對市場呢 一般來說 我們不希望 市場覺得政府是 隨意干預 那但是 那一方面有必要的時候呢 我們覺得是需要有些做法的 那所以這個港人港地呢 是一個 就是優先港人的 那個 那個置業自主的需要 那主要說 再附加其他的條款 會不會令到整個政策 在推行上 會很累積呢 那這個都是要考慮的 那 不過 就現在我們最近所公佈那些措施 其實是針對那個 管理需求方面的措施 不是純粹 只是看那個住屋的需求 我們考慮了就是對 由於現在那個過月的樓市 是對那個 橫觀經濟 金融體系的穩定 等等一系列的影響 作出一個綜合性的一個舉措來的 阿田議員 其實我想知道就是 特首講了三十年內的一些的規限 那現在局長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司法部門那些去研究這些東西 去將那個條款寫得清楚 那我也確信他會這樣做 但是我就想知道 你們有沒有問過 他長遠計過了這一個朝代 換了個政府 這類這樣的條款 是不是可以確保實行到的呢 那這個一個基本性 就是一個法律基礎的問題 那應該他搞清楚才出來說 是吧 因為本來想說給你簡短問題 但是越講越多 這樣 不好意思了 因為時間所限 我也不好意思 對不起 李卓人議員 謝謝主席 就是我聽完之後 剛才局長說的那些事情 我很擔心你現在要以長拖短 就是用一個長遠策略打出來 拖一些很緊急要推行的短期措施 就是剛才我覺得是非常之失望 就是人都知道 全香港都知道 現在是 上公屋難 要等很多年 當然你說平均三年 但很多人四年五年 條隊又越來越長 要是全香港人都知道 你也知道 但是當講到公屋的興建量 你就說繼承前朝 說萬五 要等長遠才決定 改不改 這樣搞法 就是人家已經急著要上樓 還有全香港都知道 根本你唯一的方法 可以令到多些人 可以快些上樓 你都是要增加供應量 那你的長遠策略都說要研究供應量 那你不用研究 你都知道根本不夠 那為什麼要這樣拖法呢 為什麼不可以增加供應量 還有你現在決定增加供應量 都不是說立刻可以增加 都是要規劃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不去決定增加供應量 等到你長策 之後我不知道是否增加 等到那時候 增加已經又拖多兩年了 分分鐘 因為你2013年才公佈 好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以長拖短 那些緊急的措施 急於要上樓的人 你拖著它 你會不會即時不用等到長策完 都可以增加供應量呢 不是萬五呢 死守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已經守了很多年了 鄭玉華守了整七年了 就知道生蔭權的七年都是守著這個數字 為什麼現在不可以增加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我關心過劏房的問題 劏房也是和供應量很有關係 如果你有公屋多些 那劏房希望可以快些上樓 那現在有七萬一千一百人 住在劏房 三萬四千八百戶 你對於這班人 你說用工廈改 我不知道幾時會出 但是就算公下改 都是有限公司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徹底 快些增加這個公屋供應量呢 這是第二個 你怎樣解決劏房戶的問題 如果你不增加的話 第三個問題呢 還有一個合法 政府的劏房 你會不會檢討 就是中轉房屋 我去看過 廊邊的中轉房屋 簡直慘不忍道 和外面的劏房戶呢 是差不多這麼慘 或者有些更慘一點 因為它規定就是三米而已 大家想想 公屋是五米 最少滑溪壁 偏配是七米 但是現在呢 中轉房只有三米 不知道局長會不會和我一起去看看 你有沒有去看過 我不知道 那即是變成你那裡又怎樣去解決呢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恢復租管 因為如果你一路等你們 都是不行的了 永遠都有租客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租管 就連年加租 加租一加呢 可能是兩三成 可能四五成 那怎樣撐住呢 會不會恢復租管呢 租管是最實際的 短期內立刻可以做的 四分鐘就給他一點時間 好 局長 主席 關於中轉房那裡 就無睹有偶 我的確安排了去參觀幾個中轉房子 包括這個廊邊那裡 那 那 劏房的問題 我昨天都去深水埗都看過 我都很了解居住的狀況是怎樣 在現在那個供應量方面 當然李議員是說得對的 即是說呢 其實政府不需要等個長月房子策略之後 才知道是要增加供應 的確現在我們是全面 希望是增加供應的 但是 剛才我回答的時候說 那個指標方面 我覺得既然我們展開了長遠仿冊的檢討 我們應該是等這個檢討 去對各方面的需求作出一個綜合評估 才定任何的指標 那還有這個長冊呢 其實我們在說的是 明年年中 希望有個指數文件出到來的 就租管的問題呢 我都是回應了 在現階段呢 政府是無意恢復回以前的租金管制 不過我們對現在租金的那個趨勢 我們是很關注的 主席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知道要增加供應 但是又不會改的指標 那你知道 可不可以選一些 就是知道就知道但是不行 主席 那個指標方面呢 我覺得既然我們進行著一個長遠貨物策略 我們對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希望能夠根據人口結構 其他社會經濟的因素 或者那個需求的走勢呢 既然要定出這樣的一個需求的評估的時候呢 在這樣的基礎上 定出一些將來的指標是比較實在的 李議員 沒有時間了 只剩下一個分鐘 由於石禮謙議員提出過 我們房屋事務委員會 下面會不會成一個小組委員會 類似鐵道小組這樣 這些委員會 去處理長遠房屋發展策略 那麼 我覺得呢 這個這樣的建議 有建設性 因為副主席馮檢基議員 也跟我提過 那麼 但是現在 距離讚會的時間 還最多有半分鐘 也剩下很少的議員在職 所以呢 因為這個問題都會涉及到 如果我們成立這個小組委員會 職權是怎樣呢 我們的目標是怎樣呢 用多少時間呢 政府 會不會配合 配合得多少呢 那麼我們都需要研究 因此 我想將這個問題 放在下次會議那裡談 因為下次會議有兩個議程 也都不是佔用太多時間 我想擺這個作為一個議程 我作為主席 作為建議 在下次討論 好嗎 好 不要那麼闖絕 在下次討論 就是 我們成不成立一個 長遠發展策略的 即是房屋問題 我們一個小組委員會 也都當然是希望 政府都給點意見 是怎樣的 主席同意你的安排 不過你留了 剛才我建議 是下次都談完劏房的問題 你都放進去 劏房的問題 但是呢 在早前 我們都回應了 其實你未到的時候 我們其他議員都提過 政府呢 不是我一直在 我從未開會之前 我剛才回答過這個問題 政府呢 是未能夠下次就排槍 因為我們跟局長 談那個議程的時候 談過 會放進去 我們希望在這一年來裡面會談 那麼我們呢 就下一次應該是談不到的 他給不到文件是談不到的 主席或者我這裏可以補充少資料的 是 上個星期我跟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 談那個來年工作的計劃的時候呢 我知道議員想談劏房問題 那麼我也表示呢 其實劏房問題呢 我們在長遠服務策略的檢測過程裡面 都不會觸及的 所以我們是願意有機會的時候 即是安排到 準備好的時候呢 我們是很願意來這個委員會 再跟議員交代 主席主席主要這個真是迫撤 我知道是迫撤 因為 隔月的居住環境 可不可以盡早談呢 即是如果你說等到你長策 你幾時才 我們可不可以有個時間表 即是十二月就十二月 一月就一月 我們都要有個時間 張議員這樣吧 因為現在真是過了法定時間 現在再說下去 我們離開了法定權力了 那我們下一次我們的小組委員會 大家談談在那裡成立更好 好嗎 我們開到這裏 要散會的了 多謝各位 真是要散會 沒有辦法 謝謝局長 謝謝